脸书的用户数据又被泄露了 作案人仍然是未解之谜 上个星期六在一个黑客论坛上 一名用户就免费发布了 包括来自106个国家和地区的 超过5亿33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信息 根据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Hatsun Rock 创办人戈尔提供的数据 我国有超过1100万名的用户中招 这些泄露的信息就包括了脸书账号 用户全名 位置 生日 个人简介 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手机号码 在这份外泄的资料当中 我国的部分是以手机号码来排序 也就是从010开始 019的号码则排在最后 由于目前网络银行的服务普遍 银行客户通过手机简讯SMS 来获取识别码TAC Code 那不法分子或许就可以使用科技 来截取手机简讯 这对手机号码遭泄露的脸书用户来说 是很危险的 脸书策略回应通讯主任布吉奥斯 就声称这是旧文 之前在2019年就已经报道过 当年的8月已经针对此事进行修复 而是这种人的计则 一游脸库